Hello大家好,这里是科技微报,我是龙二 在国内对部分iPhone下达禁售令之后 昨天德国慕尼黑方面也宣布苹果侵犯高通的部分专利 同时批准了高通提出的一项禁售申请 据悉这项专利是关于智能手机节电的专利 所有含有侵权功能的iPhone均不能在德国市场出售 许诺销售和进口 除了禁售之外 苹果还需要对高通做出赔偿 赔偿金额暂时还未确定 针对此事 苹果方面也是很快给出了回应 其强调对德国法院的判决结果很失望将提起上诉 但有最新消息显示 针对苹果提出的暂缓执行禁令的请求 已经被相关法庭否决 随后苹果方面表示 在整个上诉过程中 将对德国的15家零售店中出售的iPhone7和iPhone8 进行下架处理 但最新的iPhoneXS、iPhoneXS Max和iPhoneXR 则会继续销售 另外目前所有的iPhone仍可在德国的运营商 和第三方零售商进行销售 至于之后事态会如何发展 尽管其变吧 日前有微博网友透露 魅族有一款水滴屏新机 预计将会在明年年初上市 新机定位终端系列属于Note或者X系列 随后该网友又放出了关于该机的更多细节 其表示该机将搭载骁龙710处理器 拥有4加64GB的存储空间 黑白两种配色 按照魅族终端系列的定价 该机售价应该会维持在2000元左右 如此看来 黄章所说的魅族不做打孔 刘海或者是水滴屏 可能只是代表不在旗舰手机上做吧 另外网上还曝光了一份魅族的全新商标 商标中出现了魅族真店和stereo的字样 其中汉字真呈现一杯奶茶的形态 结合商标类母 网友纷纷猜测 难不成魅族要开奶茶店了吗 但是按照以往的经验来说 这事把烟雾弹的可能性比较大 当然也不排除魅族开一家 边卖奶茶边卖手机的新体验店 各位没有期待吗 今天美图手机正式发布了 美图V7和美图V7托尼罗兰波 纪念限量版两款新机 其中普通版机型配备了 621英寸OLED显示屏 搭载高通骁龙845处理器 最高配备8GB的内存 前置三摄分别为1200万加 2000万加800万像素 同时支持AI场景识别 后置则是搭载了 1200万加800万像素的双上头 内置3400环色电池 预装安卓9.0操作系统 而托尼罗兰波基尼定制版的美图V7 机身拥有兰波基尼家族logo 三摄精致缝线 微型巴黎定文碳纤维纹路镜片 18K镀金锚钉 还定制了专属UI 蓝牙自拍摇控器 真皮手机皮套等 整体非常的奢华 售价方面标准版定在4799元 而托尼罗兰波基尼限量版 则是定在8888元起售 顶配8架512GB 更是高达10888元 当然我觉得吧 在妹子们面前只要能拍出漂亮的照片 这一万估计也是值得的 在这里也温馨提醒一下各位兄弟 保护好你的钱包啊 距离荣耀V20的发布时间越来越近 网上曝光的消息也是越来越多 今天该机正式现身安兔兔数据库 可以看到新机的型号为PCT-AL10 屏幕采用19.25比9的比例 分辨率为2310x1080 配置方面搭载70980处理器 内置8GB的运存 以及256GB的存储空间 前置2500万像素摄像头 后置则是4800万像素索尼MX586传感器 电池容量为4000毫安时 从参数上来说还是比较给力的 可是在跑分方面 综合仅得到了274343分 与同为麒麟980的其他机型 30万加的成绩相差甚远 当然也有可能是工程机 或者测试机型没有开启性能模式的原因 最终什么情况还是坐等发布会吧 在本月10号 三星正式发布了全新的终端机型 Galaxy A8s 这也是全球首款采用挖孔屏技术的手机 屏幕大小为6.4英寸 19.5比9 分辨率为2340×1080 官方称其为黑桶全视频 而在配置方面 其搭载了高通骁龙710处理器 配备6GB的运存 以及128GB的存储空间 后置1000万加2400万加500万像素的三摄像头 内置3400毫安时的电池 不过在发布会上 三星并未公布该机的具体售价 而就在今天 三星Galaxy A8s的价格正式揭晓 2999元起售 狗同支付100元定金 可抵200元 到手价2899元 该机提供了外星银 极光黑和金灵蓝三种配色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手机值不值这个价钱呢 好了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淘宝搜索关键词 微角新选好配件等你来聊 当然也别忘了扫码关注微角的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更有趣的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